原来制服高唱我们同唱一首歌 北市敦话国小合唱团 居然登上中国福建的充满节目 歌词里这句两岸从来是一家 让家长好震惊 怎么原本的学生交流活动 作为中国同餐工具 原来去年底校方收到电视台邀约 今年1月12号拍上MV 但仔细看歌词全是简体词 学生看不懂还要加上注音 而且充满了节目名称 就叫南北大欢去两岸小围炉 蒋万安蒋市长身为蒋家帝世代 过去他的阿公他的阿祖 蒋介石蒋经国 是被中共打到落花流水 从中国大陆跑到台湾来 还宣示汉贼不两立 现在曾孙子当了市长之后 对于中国的统战 居然这样子开大门吗 校方事先有问过家长议院 被剪接成这样 并非学校本意 但议员不买单 通批根本让中国统战 长期植入进入校园 现在蒋市长在看台北企建户 这个我来请教一下石七姐 怎么会台北市的小学生 变成中国春晚节目的 其中一部分 居然把他们唱的歌剪进去 当然刚才听到校长说 这不是他们的本意 不知道为什么会被剪接成这样子 可是这个理由 家长能够接受吗 来石七姐 我不是家长我都不接受 鬼扯蛋 你都当到校长了 你会那么傻这么天真 当中国的福建电视台要来说 东华国小你们合唱团唱很赞 很有名 我们来做音乐上的交流 然后你们完全不设访 当人家是福建电视台告诉你说 会登上春晚 关键字出现了 你觉得什么东西能登上中国的春晚 然后你还在那边 我不知道想说交流 人家习近平早就已经清楚明白的表示 要从小做起 两岸的融合 从小做起 从小娃娃开始抓起 从小洗脑 是嘛 那所以你的这个学校的校长 都不用把关一下 你就傻乎乎的相信说 我们唱同一首歌这样子 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化交流 然后呢 你台北市政府的教育局 也都没关系哦 要上春晚这件事情 就当中国没有一件事情 他会是交流归交流 不设政治 他每一件事情都设政治 那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你还点头 还OK 结果呢 结果就造成这种效果啊 是家长觉得吓坏了 怎么会这样 然后影片校长还说 影片解出来我们也觉得被吃豆腐 所以你要影片解出来 你都不知道就对了 你都没有去抗议哦 对 你什么都没有做反应哦 你都 局外人哦 旁观者哦 你都站在旁边 哦原来是这样 可以这样吗 那你还敦化国小的校长耶 我觉得离谱啦 不能这样子推责任 中国对于台湾的企图心 有人不知道吗 你作为国小校长 你会不知道吗 你能够不提防吗 那所以这种统战的目的 他要创造出一种 你看吧 台湾他们自己跟我们是一家人哦 再加上你们的前总统说 对啊 两岸都是中国人 你觉得这些一件又一件 累积起来的行为跟谈话 会对于世界造成怎样子的 讯息的这个接收 国际上面会不会认知就错误了 说你们台湾自己都这样子 两岸都嘛 中国人啊 你们都唱同一首歌啊 那我们何必跟你们站在一起呢 何必要帮助你们台湾呢 这些都是严重的事 所以不要以为它是小事 它是大事 它是从小就在影响教育你的小朋友 他在对你的小朋友进行认知作战 校长如果不把关 谁可以把关 如果你这个校长不能把关 你舔为校长 来这件事情从这个议员到立委都非常生气 甚至有这个张宏露委员讲重话 他觉得校长必须要负最大的责任 连这种判断力都没有 没有资格当校长 来这个昆城议员是家长 怎么样看这件事情 这个新闻爆出来之后 大家觉得很傻眼 今天如果不是家长投诉给议员 你现在就当做没这件事了吗 这个校长要道歉 然后其实最严重真的要下台 因为其实这个歌曲已经被这个陆委会 是列为是统战的歌曲 那就算校长他不知道被列为统战歌曲 他应该看过歌词吧 歌词内容写得很清楚啊 他说我们同上一首歌 那所以穿越了海峡两岸重来是一家 他这个就是说两岸重来是一家 就是借由这个节目 而且这个节目是要 这个在春晚里面播出来了嘛 要登上春晚你还听不懂 对 而且这个歌词 难道这个校长没有判断能力吗 第二个歌词是用简体字耶 那所以那个孩子看不懂 还要把这个简体字转为注音 转为繁体字才看得懂 那这个内容就是强化说 这个台湾跟这个中国都是同一家 台湾的小孩跟这个福建的小孩 都是中国人 如果连一个校长连这个 最基本的这个判断的能力 都没有的话 我真的觉得真的是舔为校长 那所以说这个歌 去年 雕俊腾已经唱过了 那今年 他又在春晚的时间要唱出来 所以 走了 雕俊腾